这个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到我国拜访首相马哈迪的时候就曾经告诉媒体 他说马哈迪告诉他希望他的访问中国之行 可以借鉴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成功发展 并促成中国高科技企业来我国投资 带动我国的高科技发展 那到底敦马这次访问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机会促成这个愿望呢 那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敦马访问中国的行程呢 确实重点是参访中国高科技企业的 到访了中国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 还有浙江吉利汽车控股集团之后呢 敦马昨天晚上是结束了他的杭州之行就飞往北京去了 而今天一早敦马就是参访一家入选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我们现在就来看八点最热报特派记者梁宝怡王健跟许崔芬在北京的随团报导 昨天了解数字经济今天关心飞行影响科技 是的结束杭州之行之后敦马观访中国 那今天在北京的第一站来参访的是一家全球排行第一的中国企业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大疆创新科技公司 作为全球无人机领域的No.1龙头老大 大疆DJI迎接敦马的到访 当然要来透过户外的空中表演 给贵宾授一下他们的科技实力和最先进的产品 那首先登场的是农业用途的喷洒农药无人机 可以大面积的施肥撒农药 取代人力劳作 颠覆了传统的农耕方式 再来登场的是救灾用途 有GPS定位导航系统的无人机 及时确定受困者的位置 加速救援工作 最后登场的最先进也最好玩 这是一架可以读懂手语识别人脸的手控无人机 你看哦 要叫它去左去右 还是跟着主人照圈圈都没有问题 这么新奇好玩的高科技表演 那眼看坐在身旁的中国猪马大使白天 拿出手机来录影 敦马他眼尾一瞄 也忍不住伸手进大衣口袋里 偷出手机来录影 啊无人机太远了 敦马手指刷刷放大zoom一下 虽然93岁高龄了 但是这位全球最年长的首相 他对高科技的掌握和兴趣 可是完全不输年轻人 好了 户外空中表演完毕 接着一行人就上楼 去到大疆创新DJI的室内展览中心 大疆研发无人机的创新理念 在于他们深信 未来世界是无所不能地 目前全球市面上70%的无人机 都是生产自大疆创新 导览员每款无人机产品 都逐一给敦马来做介绍 而让敦马他亲身感受高科技 Let's try this one This one it has the tracking system But it would follow you When they are going Now you can go It will follow you No where to hide 这么厉害 可以形影相随的高科技产品 敦马当然也要来右手动一动 玩一玩了 敦马官方中国 参访中国正在世界巅峰的科技公司 或许借鉴大疆 从无人机到无所不能的创新理念 未来马来西亚也可以在自己的高科技领域 发展出无限可能 ס albeit健兰 踵揺大疆 惊法 与国安